所以这样的话 李总伟要其实跑的面积 相对来说要大一点 那么这种情况下 抓住扑死 但是李总伟先得两分 可是下来着压线 对 以前像在我们那个时候吧 熊国宝也是属于一个 就是防守特别好的 然后体力也特别好 也特别耐 就是给你打你也打不死 熊国宝很耐心 他们两个人的比赛呢 确实是在很大一块 能够少了 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我们说了 如果这样的球 如果是体力充沛的话 林丹在这种机会 他的会特别会变速 如果速度一变 然后一加快 突击过去的球 给对方的威胁是很大的 在这个一方面是在体能方面 连追了三分了 我们也注意到这是一个关键分 不能让对方追到只差一分 或者追平 一分钟 李宗伟也显得没劲了 也没有体能了 这有好球 但是林丹还是把球接回去 很稳 其实李宗伟何尝不想 趁林丹体能下降的时候 赶紧锁定这一局的胜局 但是他确实也是 但是向你就是没有尽全力的去刷 您说的心理上对他是一提醒 你落后着 然后他就会压力就来了 他怕你忘记了 我说的 李宗伟